她是观众心中的狗圣媳妇 近日更是多次以母亲形象 出现在各大影视剧中 就别让我这骂 我告诉你 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猝鼠 再见 今天杜宁林作为杨青的好友 惊喜助阵 相识三十年的她们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爆料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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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怎么能被猜出来呢 我必要跟你实话实说 她俩本来我们不允许她俩见面 结果她俩同时想上厕所就撞上了 她俩都她知道谁 她就不告诉你 这是我姐姐 亲爱这家 好久不见了 我等了 掌声欢送一下白志迪老师 好 再见 这个你们俩应该很熟吧 太熟了 三月份我们俩在横店拍电视剧 我们俩不在一个剧组 分住在两个宾馆 她看着我说你不要走 男女是必须说 是吗 必须说男女 你知道我还不敢猜杜宁林老师是什么 其实我最早 当就是说让我来推荐 或者让我来想想 哪些朋友 哪些朋友能那个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杜宁林老师 你知道就想到那个 叫杜宁林就想到别老师了 因为跟在侧的人这么说的 那个我第一个想的就是就是她 结果呢 因为我知道她特别忙 她特别忙 她一会有话剧还 又是话剧 又是什么朗诵 又是什么什么秀啊 反正多得不得了 所以我后来我也想算了吧 我想她肯定很忙 对 今天晚上还是话剧 你看看 对 你看看 下午插个空 她是白点的 前几天有一个栏目叫我 我们俩 我们去了 去了之后 我那天找你的嘉宾呢 你的嘉宾老舌吗 什么卢岛什么老舌吗 我就问她 我说您认识杨青吗 她认识啊 她说熟不熟 熟啊 有故事吗 有故事 我说有故事吗 有 我说行了 我说按住 按住 她说你幸亏是杨天 要是别人我还不去呢 我不是这样的 你们两个人 有没有那种时候啊 就两个人 年轻的时候啊 为一个角色 在努力的时候 太有了呀 太有了 有我们俩 那你俩等于是 我们俩就是原谈的 太原谈了 有IB角的时候吗 电视剧咱们那次去福州的那 那是我的 太一一号我是女二号 对 我们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成为好朋友的 近距离接触 近距离接触 但是我们远距离的时候 那话要说回来 还是76年的时候 你考煤矿是76年吧 对对对 76年我高中还没毕业呢 然后我也去考煤矿工团 那时候咱俩没见过面 没见过面 对 但是我就知道此人了 因为当时煤矿工团 只招一个那个女演员 完了 只招一个女演员 对就没招上我 那先走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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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